在一年前我發現我那個四肢乏力 然後身體有抽搐的情形 但是並沒有說去醫院做治療 那就因為我那個抽搐一天一天的很積累 然後我發現手部 就是個手指一字一字的彎曲 過了這個時間大概過了三個月 我後來發現不做檢查不行 先到中山醫院去做神經內科的檢查 檢查結果出來 他告訴我是見動人症 後來醫院也建議我再轉到隆腫 再做第二次的檢查 做一系列的檢查以後 也證實是得了見動人症 那我知道這個病情以後 我並沒有接受西醫的治療 然後就開始接受院士典醫學的處理 經過院士典醫學的處理以後 前後我們做一個比較 之前我這手是這樣子 整隻手是這樣子的彎曲法 然後經過三個月的處理 所慢慢的可以漲到 這樣的一個程度 是自然漲開 不是說我們用力量把它撐開來 再來一個就是它水腫 它也消失了 先前在熱膚 它還會產生紅疹 但是現在熱膚是不會的 這個改善清醒是這個樣子 改善清醒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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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